第一阶课呢还是啊还是要给大家说个这个听课要求啊 虽然之前可能也说过咱们呢仍然需要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 第一个不用说这个转听讲积极思考啊遇到不懂的先记一下客户再问啊 也就是说什么就是我刚才在讲课的时候啊一样我讲的时候思路是比较连贯的 就是如果你突然问问题的话可能会打到我思路啊 可能会忘了后面要说啥这样话会愣了几个钟啊 所以说呢你如果看到不会的话你可以在本上稍微记几个关键字 先把它写下来啊然后呢客户一靠问我我一个一个给你答 一个一个给你答啊那这块呢就是笔记本的话这个留看你了啊 看你了啊啊这个你愿意准备准备不愿意准备有这个word test 对吧好些这个啊在线那个笔记本的你实际上可以用啊 但是记住啊一定要总结一定要总结 记住于总结承认自己啊啊所以一定要总结 你不总结的话你面试的时候你知道但是你说不出来 你没有说啥意思吗 如果你不总结的话就相当于你没有把我讲东西啊 转化成自己话 所以说如果你放了类似问题你是说不出来的 你意思的话你属于干燥机 我就是非常清楚但是我就说不完这可能不行啊 这个是啊这个呢还有一种先听再敲啊 如果你非常熟你就愿意我一边敲你跟着一边敲也行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我敲完了你再敲让大家写东西再写 我在讲话的时候呢你就听就行了听和看就行了啊 因为你跟我一敲代码你就思路就跟不上了啊 有时候比较宽了对吧 然后呢预期肯定需要有的每天给大家说一说啊 说这个今天肯定要预期什么东西 明天你大概看看哪就简单看 咱们说预期的时候你简单看看就行 就知道这样是假的就行 如果你愿意好好看看的话 你就把那单碗的瞅一下就行啊 但是一般情况下咱们第一阶段的话 就前方刚开始的话一定要预期不然的话 这个节奏你跟不上来 其实咱们节奏命运要比咱们正确技术班要快很多啊 量啊也会有低阶段不会有很多量 后面慢慢量会比较大啊 就期一量会比较大啊 这个时候呢你要不预期的话 第二天东西已经清风了 然后呢就没有细节了啊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复习嘛对吧 所以说这话呢我写了对吧 就是不建议大家这个回头之后啊 猛看视频 咱们讲课了 或者把视频再看一遍吧 看一遍再看一遍吧 视频你也讲 咱们讲一天视频 你要看一遍的话 时间太浪费了 所以进个门啊 先做好比较之后呢 视频呢 做这个 就这个不备之虚对吧 如果实际某个点不太清楚了 找视频呢 直接快进到某个地方 直接听一遍就完事了 不要听到我听啊 那个东西听多了 困 是不是啊 听个困啊 有时候往我睡着觉 我听自己的商务的视频 一会儿就睡着了 然后呢 还有呢是作业啊 作业呢 每天作业咱们会有一部分 一般情况下 作业我给大家发的话 我感觉今天讲的东西啊 写这个作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可能我第二天不会给大家讲 如果你要是感觉有问题的话 那么你客家一定要问我 我感觉有些比较有价值的作业呢 我会第二天给你讲 就说这个地方 我感觉这个地方可能比较奇妙 有些微妙的地方呢 我给你讲一讲 啊 进行让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 啊 如果感觉比较简单 对吧 啊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一个函数 我就行冒泡吧 我就可能不会给人家讲冒泡了 啊 如果但是 如果你要是不会的 不要 不要不好意思 对吧 不会就是不会 不会要问 啊 你要是又不会又不问 你交的钱 你就打水平了 别的想了听不到 啊 然后呢 抓重点 不要算女玩家 这个问题咱们一直想的 但是啊 啊 就看你怎么 跟着大家不知道 什么叫算女玩家 对吧 哎 当你弄个问题之后呢 我会告诉你 这个问题怎么去理解 啊 然后呢 我会告诉你说 这个问题不要去往里边钻了 你就不要去 不要去想它了 因为什么 没有任何意义 你看吧 没有任何意义 像这种算女玩家的 你什么时候思考啊 那你工作是一段时间正的 这就思考啊 你看有有时间对吧 有经理吧 思考就要 你就想它就完事了 在这段时间 咱们的时间 是比较宝贵的情况下 不要专注女玩家的问题 像游老师 你给我整一个pridget 咱们写个pridget 时间吧 没有必要 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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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啥意思吗 哎 所以说问问题的话 咱把那个时间 运到的吗 你现在急需要提升的是 体系 就王老师说的 知识体系 二是思路 啊 这个对语言的了解 你对 你站在夺高看语言 你就能靠这个语言了 成个东西 是不一样的 角都不一样 语言是不一样的 啊 问题的话 如果你能解决的话 由先自己先看看 想一想能够解决 如果花时间比较长的话 就不要再想了 直接问我 我在跟你讲 讲的时候我跟你说 这个地方可能还会 调到其他那么近 我跟你说 啊 你就先先把理解了 先记住了啊 当然了 最好的是先自己解决 因为在自己的解决空中 你会发现啊 这个基础点 可能又要其他基础点啊 那么这个基础点 又逆分了一个 其他另外一个基础点 应该学的东西比较多啊 在刚开始的话 大家这个啊 你需要快速的 把一些这个重点东西先记住啊 所以这个呢 你没有必要了 后来等你万一就碰到一些 这个类似的一些 这个题目的时候 是吧 碰到一些这个题目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再去 再去先解决 解决不了 再问啊 再问 这个面题 咱们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做啊 因为咱们数据结果上没学呢 那所以面题咱们不建议大家做 只剩咱们还没有玩到特别六 所以这个什么时候啊 咱们的基础啊 学差不多 咱们第一学过差不多 之后呢 再学啊 剩下的就是注意休息 然后要锻炼 是不是啊 只有锻炼才有可能 30K 是不是啊 身体也好 才有30K啊 这关系也不用说了 对吧 每天给大家发视频啊 留下来就可以了 啊 没想到可以了